他是位微博上拥有一百七十六万粉丝的网红医生 2020年1月因为一起情邪恶劣的暴力伤医事件而被大众熟知 曾经的他是荣誉满身的医学界才子 累计做过一万五千多台眼科手术 为千万家庭带来光明 可如今的他领了残疾症 虽还坚守在医疗岗位上 但残破的双手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 他就是陶勇 培养一个医生有多难 看过陶勇的人生履历你就知道了 1980年5月 陶勇出生在江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他从小就是学霸 更立志从医 于是多年寒霜苦读 陶勇在1997年9月 以出色的高考成绩 被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 之后在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学习晋升 获得医学硕士博士学位 还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 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 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做访问学者 学医术实在 陶勇在28岁拿到医学博士学位毕业 在35岁拿到主任医师的职称 在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 被尊称一生陶教授 在长达20年的从医生涯里 他发表了SCA论文98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6篇 累计15000多台手术隶数 最多的时候一天内做过86台手术 治疗过的病人多达10万名 迎接他的本还有更高级的成就与辉煌 可是却停留在了他40岁的这一年 毁掉一个医生有多简单 2020年1月20日 陶勇如往常一样来到医院上班 出门前母亲还奔声盯住他早点回家吃饭 此时临近年关 可是医院里的病患依旧不少 为了不让病患久等 陶勇放弃了午休时间 在办公室里吃了一碗泡面 一点左右就继续接任病人 来找陶勇看病的很多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 他清楚地记得 他那天给一个从事电工的病人看病 他因为执意而损伤了眼底 迫不得已来医院看病 为了多赚钱 过年都不回家 陶勇那时候可能这位病人生活不易 不仅退掉了他的挂号费 免费帮他看病 还送了一袋小米给那位病人 预祝他能过个好年 那袋小米还知上午其他患者来复查 感谢他而送给他的 刚送完这位病人 陶勇的办公室里突然冲进了一个男人 他手持菜刀 二话不说就朝陶勇砍了过去 陶勇条件反射地抬手去挡 左手和前臂九根基建被砍断 那歹徒招招致命 继续挥刀 向陶勇的头上砍去 陶勇的头上被砍了三刀 颅骨外伤 神骨碎裂 情况危急 幸好有同事举着椅子冲进办公室里 让陶勇可以趁乱逃离 紧接着更多人加入 甚至是路过的快递员也建议用围 终于将歹徒制服 而陶勇身受重伤 失血1500毫升 当场云死过去 他的同事耳朵 面部也被砍伤 一同被送上手术床 经过全院所有医疗人员的努力 在抢救七个小时之后 陶勇被送进了ICU观察 就经历了整整两周之后 他才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这起暴力上衣事件 在网上掀起轩然风波 医患关系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可歹徒这样持刀上衣 还是一位爱港经验技术精湛的好医生 网友们的正义感瞬间被点燃 无数人抨击骇人症 他们涌进陶勇医生的微博 送上一份慰问关系 也因此人们开始认识陶勇 才知道原来陶勇医生 竟是如此医者人心 2009年 刚从德国交流回来的陶勇 参加公益医疗队健康列车前往江西 那时候的他虽然未来可惜 但算初出茅庐 这趟旅途之前 他的老师还叮嘟他 不要冒险挑战复杂的病例 因为有可能会失败 对他的未来职业生涯不好 可是他还是冒险了 为一位严重白内障的老人 患者王阿婆做手术 王阿婆的病情 哪怕是放在北京大医院 也是很复杂的病例 成熟的医生都不敢接受 陶勇原本也不敢冒人 王阿婆做手术 但善良的他 听了阿婆的故事 便改了主意 原来王阿婆这一生很不幸 十年前丈夫去世 五年前 唯一的儿子 也因为事故不幸遇难 妈阿婆孤苦伶仃 每天只能坐在土房子里 靠着与家人的记忆 度过漫长的时光 她的身体很不好 还未查出肿瘤 时日无多 便便当地有个风俗 人死前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件兽衣 只有穿着自己做的兽衣 才能在死后与家人团聚 可是得了严重白内障的阿婆 根本无法给自己缝制兽衣 实在可怜 陶勇在听了王阿婆的故事之后 不顾一切地帮她做了手术 她非常的谨慎小息 并且很出色地完成了手术 让阿婆的视力恢复到了0.6 可以看见真心 为自己缝制兽衣了 在手术后一周 王阿婆就离开了人世 她如愿地穿上了自己做的兽衣 还把丈夫儿子的照片缝进衣服里 因此前她托人给陶勇医生 传去感谢遗言 感谢陶勇医生 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这个故事每当陶勇提起都感慨万千 从业多年 她见过形形色色各种病人 其中不乏一些经济携据的病人 她也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做膳食 帮病人垫付医药费是常事 为了帮助更多病人 她不信号 常常接诊到晚上十点 所以这样一位好医生 却被病人追着砍伤 不仅网友们想不通 陶勇自己也想不通 网友们都说这是一起农夫与蛇的故事 伤人者是一位北京农民 他因为严重的严病来找陶勇救治 此前他已经做过几次手术 都不太成功 手术后才出现了并发症 可是因为操作难度太大 很多医生都拒绝了他 只有陶勇不忍心接受了他 治疗前陶勇已经明确跟他说清楚 手术后效果不会太好 只能有幸改善 陶勇想降低患者的期望值 避免后面的纠纷 而当时患者也接受了 于是陶勇忍着复发的邀伤 用两个小时帮这个男人做了手术 术后患者恢复了部分势力 而原本他已经接近失明 人心不足舌吞向 面对这样的术后效果 懒人翻脸不认人 先是跑医院社工办投诉 索要赔偿 被拒绝后又去纠缠陶勇 陶勇看他可怜 给他免费做了一次激光治疗 但他还是不满足 于是冲动式魔鬼 他拿起菜刀 看向陶勇 可能很多人不经历陶勇 给这个男人做的手术难度有多高 他的难度好比 两张用胶水牢牢粘住的卫生纸 而陶勇要做的 就是将两张卫生纸 毫发无损地分开他们 这极考验医生的技术云然心 可以想象 陶勇当时还处在腰伤复发的阶段 是如何坚持两个小时 稳住双手地完成这场手术 被伤害之后 尤其得知自己的左手已废 再也无法拿手术刀的时候 陶勇的情绪崩溃了 他会在没人的深夜痛哭流涕 一直以来行医救命的信念 在这一刻崩塌 血医术实在 最终的结果却是落下残疾 这种打击 让他这个40岁的男人感到沉痛绝望 但陶勇的事件展开后 被人同情也被人关怀着 无数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 传递对陶勇的关心 还有病人的母亲表示愿意 把自己的左手移植给陶勇 熟悉的陌生的人们的关心 成了知生陶勇度过煎熬 恢复期的力量 在经过疼痛的恢复期之后 陶勇还要接受美洲的复健治疗 为了尽可能保证手指的灵活性 他必须通过一次次复健 去除新生的斑痕 就像每当伤口好不容易愈合 却要强力再撕开他一样 残忍和痛苦 但陶勇都挺过来了 在经历了114天治疗之后 2020年5月13日 他重返岗位 因为这件事引发的关注 让陶勇成为了不一样的网红 大家都带着战意 在关心 同情 鼓励这位医生 并且在公众的监督下 伤人的凶手也得到法律的制裁 2021年2月 凶手被判处死刑 缓刑两年之刑 陶勇对此表示完全接受 他曾经憎恨凶手 毁了他职业的后半生 但仇恨也会让自己迷失 人生道路上 若遇到撞伤自己的石头 没必要与他硬钢 搬开他 继续前线就好 但他也说了 不愿被埋在仇恨里 但也不代表会理解和宽恕罪犯 因为那是对其他医生的道德绑架 他尊重法律的一切判决 2021年1月20日 陶勇更新了一条微博 他说 想要一个春天 先让自己变成一片绿叶 陶勇重生一周年 这一年 陶勇虽然没有栽上手术台 但他也找到了新方向 他参加脱口秀节目 获达调侃 当时医院里人那么多 你都能精准地把我砍伤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 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 他利用得到的人气 在网上科补眼科奇病 还致力天下无毛的计划 这是一个结合公益 与学术的计划 与多家公益平台合作 集结优秀的眼科专家 公益救助失明人 他不忘善言 不忘从业的初心 真实的双手拿不起手术刀 但他就用自己隐形的双手 继续为国家眼科医疗技术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世界 我们杜绝不了恶人的产生 但感恩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勇士 令人惋惜的陶勇 用他的正能量感染了我们 他说过一句话 令人记忆深刻 如果世界无纪律 无原则地用榴莲粉我 那我会有组织 有计划地将它做成披萨 希望我们都能接受 亲吻我们的榴莲 并有勇气与实力 将它们都化为披萨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